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一开场 妻子王女士就哭诉着希望得到丈夫的爱 可张先生一句老夫老妻了 轻描淡写 显然让妻子王女士很不满意 在王女士看来 已经50岁的丈夫其实心中很有爱 只是这份爱没有给妻子 而是分给了别人 有人来告诉我说你老公扮演个一个女人在一起 不可能我老公不会 不相信 后来就是一点一点就是说那个露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 然后就开始观察了 有时候衣服上有那么一点点红 我也没说 然后接电话也不对 接电话的时候他说 以前不会告诉我谁打来的 然后后来他会跟我解释 哎呀炒股票的这么的 会给我 他有时候可能不小心接到这个电话 他就会跟我解释 反而显得有些特意了 平时不会解释 杨先生 他观察到的那些你跟从前不一样的变化 这部分怎么回事 你比方说啊 这个口红 那这件事就确实不是口 就是我们工作中有那个印尼啊 一点都不是口 电话呢 电话 电话嘛呢确实有的 这个是说 还有美的语言 我就一点一点暗示他 比如说举例啊 或者拿别人的事来说是啊 就这样 旁敲侧击 对 但是还是没有用 我没办法 然后我就杀了一个话 他在吵麻将的时候 我说我手机没带 我向打个电话 他很不愿意 然后我就拿着手机 我就离开他 然后我一打开手机 全部都是这些内容 我就坐在马路边哭 我想等来的是 他跟我解释 跟我道歉 他反而倒打一旁 就就开始打我 我正在打牌嘛 那我怕这么多人们吵嘛 那我就给你吧 回家里边 那时候我手机给我 还是不给你 他解决不给我 我们解决我有枪嘛 吐吐拉拉的 他认为是打嘛 我认为也没打 怎么去看待他看到的内容 内容 那这个内容嘛 肯定是不当的 这种是对任何一个人 有所打击的 那这些不当的内容 说明什么呢 这种情况是有的 这个年龄阶段 说个想你 我爱你 很正常 正常 正常 你觉得正常吗 我认为正常 他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字也没绷出来过 就是一种 开玩笑 他认为我出轨了 如果说是把我抓住现场的话 那我百分之百会承认的 哪怕回去会戳一本 每天接讨不行 但是你单单的认为这种方式 从今以后就骂我 那我一百分不太接受的 张先生的意思是说 除非你把我抓住了 没有实实在在的所谓抓住的话 就不能叫做出问题了 那不是这个问题 那我追求吗 我不会承认点 不会 没有实际的证据 比如说 可能一般的丈夫会说 他都是怀疑的 真的没有这些事情 会把重点放在 真的没有这些事情 但你很奇怪 你首先把点放在 你的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 我认为证据不足 为什么不是首先告诉他 或者告诉大家 我真的没有 那没有 法律层面来说 这就不能进行有罪推理 我希望的是他能 他能跟我解释 跟我盗窃 他对这件事情始终有解释吗 没有 本来我可以盗窃的 如果一盗窃 我这个事情就做死了 那我就是承认在那 就承认外面就有红外情了 聊天肯定 这个内容不对 现在我在整容到处 了解的内容确实不对